好,同学们,我们接着刚才的内容看到61页的民事诉讼法 民事诉讼法考五分,一个小节考一个题 第一行,广义的民事诉讼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和第三人 今年我们压题压在这个地方 给你一个案子,让你判断这个人是共同诉讼人还是第三人 具体的呢,我们放在冲刺的时候呢,再给大家讲 比方说包公投劳理,因为总包没有去起诉业主 直接起诉业主 法院收案以后,把总包列为本案的共同被告还是第三人 昨天讲过,是把他列为第三人,听懂了吧 把那第三人 好,再往下就是,每一个当事人都可以找一到两个代理人 哪些人可以做诉讼代理 那么除了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 还包括自然人当事人的近亲还是远亲啊 近亲 单位当事人的员工 以及所在社区单位团体推荐的公民 那么哪一些有推荐公民代理的权利 了解一下,是所在的社区单位和社团 第一题 关于民事诉讼代理人 表述正确的是A 当事人可以找几个代理人 一到三还是一到两 一到两 B 诉讼代理人不可以是当事人的近亲 还是可以是 可以是近亲 不能是远亲 C 委托他人代为诉讼 必须向法院提交授权书 并且要注明委托的事项和权限 对吧 代理律师 代为变更请求 和解 反诉或上诉 需要的是全权代理授权 还是特别授权 去年考了这句话 这个东西叫做特别授权 好同学们 19年考了第二段 20年考了第三段 所以今年压题压到第一段 没问题了 翻过来 民事诉讼的专属管校 不动产纠纷 只能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校 施工合同纠纷 按照不动产纠纷来确定 工地上除了施工合同 实行专属管校之外 其他的合同当事人 不可以通过 都可以通过书面协议 从下华县五家法院里 约定一家法院 被告住所地 合同履行地 原告住所地 合同签订地 标地物所在地 但不得违反级别管校 专属管校 如果你们双方没有约定 原告就在被告住所地 或者是合同履行地 挑一个起诉 简记为两个人一起挑 从五家里挑一家 一个人挑两家里挑一家 这就很容易了 把它理顺 何谓被告住所地 公民的住所地 指的是经常居住地 最近连续住满一年的地方 如果居无定所的 那就是身份证上的那个地址 叫户口所在地 单位的住所地 指的是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或者主营业地 合同履行地 18年考过多选题 所以今年都不是重点 2-1 关于施工合同的诉讼管辖 说法正确的是A 当事人可以通过协议 换一个法院起诉 错了 协议约定不得改变专属管辖 所以这个协议的改变是无效的 B 在工地上采购运输合同 也是用专属管辖吗 错 只有施工合同一个是用专属管辖 那么像设计合同啊 监力合同啊 都不适用 C 施工合同纠纯提起的诉讼 只能在工程所在地起诉 对的吧 C是对的 第一 法院收案后 当事人对法院管辖有疑议 应该在一审判决前提 还是首次开庭前 首次开庭前 要阻止他开庭 二干二 关于被告住所地 历史上的没有考过 今年稍微留意一下 被告是公民 其户口所在地和经常居住地不一致 以哪一个为准 经常居住地为准 比方说包公头老杨 身份证上的地址是四川广源 但是老杨来北京已经二十多年了 买房生孩子都在北京 那显然在北京告他要合适得多吧 B 公民的经常居住地 是指起诉前连续住满一年还是两年 一年 但是住院的不算 被告如果是单位 单位的住所地是注册登记地吗 不对 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 第一 同一诉讼有几个被告 一个被告住所地在丰台 一个被告住所地在广州 原告去哪里起诉 可以向任何一个被告起诉 对的 选地 这两个题都不难 但是对项目经理来说 这两个题都特别重要 是吧 民事诉讼时效考一分 第三题写上压题 今年压第三题 关于诉讼时效 说法正确的是A 人民法院应当主动生用诉讼时效 还是不得主动 不得主动 当事人提 你才能管 当事人不提 你就不要去管时效的问题 B 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缩短 延长 或者是对诉讼时效利益 预先放弃 这种约定都是无效的 B打勾 因为时效是法定 法律规定 C 超过时效期间后 权力能起诉 法院不予受理 错 应当受理 因为法院就不管 有没有过时效的事情 法院不准管 当事人提了你才能管 第一 时效届满后 义务人已经自愿履行 然后经律师指点 本来不用还的 起诉要求退还 能不能要求退还 不能 有一个地铁工程 这个地铁工程是14年 3000多万 没有结清 施工队也要过几次 后来换了一个市长 新市长开了一次推进会 会上的市长表示 钱肯定是要结给你们的 你们放心 继续为我们北京的市政发展 做出更大的贡献 我们积极协调了相关部门 尽快解决 说是说的很好听 但是后来还是没解决 施工队忍不住了 找律师去起诉 那么市政府的律师呢 就在庭上提出 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的问题 我们不想再给了 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了 14年的事情 都是历史遗留问题 那么法官呢就不认可 因为市长开推进会 是19年开的 19年到14年 当时已经过了五年 已经过了诉讼时效 那么市长主动表示 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说明这个时效 对你们市政府不是问题 既然不是问题 今天就不要再拿时效来说事了 所以超过时效后 义务人曾经同意旅行 不准再把时效拿出来说事 所以时效的规定 对债权论来说 是一个宽松的规定 不那么严格的东西 听明白了吗 抓住它的原理 第三题呢 是今年必考内容 这几句话好好看一看 继续往下 时效的长度是三年 时效从哪天算 从知道被侵害开始计算 起点解决 长度解决 那么接下来 是时效的中止和中断 记住这个标题 不能请求导致中止 提出请求导致中断 时效中止的原因 是不可抗理外力阻碍 这些客观的原因 使得当事人想要 而不能请求 受到了外力的阻碍 这个时候时效就暂停下来 等待外力障碍消失掉以后 再恢复进行时效计算 而时效中断 指的是主观的原因 你起诉对方了 你问对方要了 对方同意还了 所以不能请求导致中止 提出请求导致中断 我以前的公式 以前用的是天导致中止 人导致中断 结果我发现讲了好多年 同学们还是记不住 那现在这样换个角度来 应该会好很多 好吧 好像做题的准确率也会高一点 第四题 下列哪些情况会导致时效中断 你就养成做题的习惯 在边上写上提出请求 中断就是提出了请求 中止就是不能请求 A 债权能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这是提出请求吧 债权能要求保证能承担责任 这也是提出了请求吧 C 诉讼时效期间发生不可抗理 这个是不能请求吧 债务人下落不明 这是不能请求 以债务人向债权能请求 再宽限半年 这说明你问他提出了请求 对不对 他才会要求宽限嘛 所以A B E都是提出请求 C和D是不能请求 这样的话 这个题目的准确率就会高很多 记住这些小公式 很有用 证据每年考一题 上面写上 今年压证据保全 今年我们压题会压在证据保全上面 那么证据保全 冲刺的时候给大家划下书 这次我们就讲另外一个点 讲庭后认证的问题 讲当庭执政的问题 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事 由谁和谁 原告和被告 围绕着证据的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 相互正义 相互辩论 相互撕逼 法官坐山 官虎斗 默默地判断哪个证据靠谱 哪个不靠谱 同学们想一想 这个制度特别合理 证据是真是假 怎么来的 你法官 你又不知道 那么只能通过两个当事人 他们最了解情况 他们两个人相互争 那么你听就听出来了 是这个意思吧 那么这样的话 又遇到了新问题 涉密涉隐私的证据 是不得执政 还是不得公开 不得公开 有人围观的时候 不要拿出来 未经执政 任何证据 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 因为你不知道 它的真假来源 经过执政以后 那么法官对证据 就有了判断 非法证据 无证明力 必须排除 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瑕疵证据 是证明力小 应当和靠谱的证据 相互结合 共同印证 案件的事实 我们把这个叫 不能单独作为 第五题 以下哪几个属于 不能单独作为 其实就是问你 哪几个是瑕疵证据 A 有一点的视听资料 是瑕疵还是非法 瑕疵 比无正当理由 未出庭作证的证的证言 瑕疵还是非法 瑕疵 严重违背公序良述 比方说破门而入的桌奸视频 这个是非法 对吧 第一 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比方说 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 这个也是非法 一 无法与原件原物核对的 复印件复制品 这个是瑕疵 A B E 是瑕疵 C 和D 是非法 好 再往下 一审程序 分为普通程序 和简易程序 起诉的条件 有四个 一 原告和本案 要有直接利害关系 还是间接利害关系 直接 第二条 被告要明确 第三条 要有具体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 第四条 属于收案范围 管辖范围 你如果签了有效仲裁协议 那么法院就不能收了 书面起诉为原则 口头起诉为例外 法院收案第一件事情 先确定走简易程序 还是普通程序 简易程序三个月审完 下面写上 不准延期 简易程序不准延期 普通程序六个月审完 下面写上 经院长批准 可以再延六个月 经院长批准 可以再延六个月 这就是这两个程序的区别 法院收案以后 确定的第二个事情 是公开审 还是不公开审 公开审是原则 那么要接受群众的监督 但是有四个案子 是不接受群众监督 不允许老头老太为官 国家秘密 个人隐私 离婚 商业秘密 他又分为两大类 法定的和 依申请的不公开 请问 验照门案件 是法定的 还是依申请的 个人隐私 无需提出申请 法官一看到那些乱七八糟的照片 自己就能判断 不能给老头老太为官 是吧 所以主动不公开 但是夫妻离婚和商业秘密 你们自己不提 法官是不可能猜得到 你们有哪些见不得人的事的 所以这两个呢 是一申请 没问题吧 下面这个图 注意 无论是否公开审 判决一律要公开 再往下看 二审程序 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的 有权至判决送达十五天内上诉 不服一审裁定的 有权在十天之内上诉 法院针对实体问题下判决 例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十万 诉讼费用各承担一半 针对程序问题下裁定 比方说裁定驳回起诉 裁定不予受理 裁定财产保全 裁定先语之刑 一个官司打下来 可能有好几个裁定 但只可能有一个判决 这就分得很清楚了 什么叫裁定 什么叫判决 当事人提起上诉 应当向原审法院提交上诉状 通过原审法院 如果你直接把上诉状交到二审法院 二审法院会把它转回给一审法院 然后一审法院再提交 第六题 关于民事案件开天审理 说法正确的是A 除涉密摄影师的案件外 法院应当公开审 这个A不全 因为漏掉了离婚 他有四个不公开 B 原告无正当理由 拒不道庭 法院缺席判 对还是错 错 按撤诉 原告不道庭 按撤诉 被告不道庭 缺席判 反掉了 C 法院对公开审 或者不公开审 一律都要公开宣告判 对的吧 法院宣判前 原告如果申请撤诉 一律不予准许 还是可以准许 可以准许 好 8030仲裁法 考4到5分 翻过来 仲裁协议 可以是合同中 定名的仲裁条款 也可以是 另外单独签的仲裁协议 可以在纠纷发生前达成 也可以在纠纷发生后达成仲裁协议 三 应当书面 口头的无效 表格 表格的写上压题 今年压表格 仲裁协议有三个必要内容 明确的请求仲裁的意思 如果你们既约定仲裁 又约定诉讼 仲裁协议无效 只能起诉 仲裁委员会应当选定 如果你们约定了两家仲裁机构 或者没有选定仲裁机构 约定不明 协议补充 谈不拢的 仲裁协议无效 今年压这张表 表格下面第二行 仲裁协议效力纠纷 同学们写上 每年必考 每年必考 19年考了5分 初题都能封掉了 19年这一段话考了三个题 5分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有异议 应当在首次开庭前提 当事人可以请求仲裁委决定 也可以请求法院裁定 如果假请求仲裁委 已请求法院 由谁裁定 法院 哪家法院不要去背 但是你需要记住 四个中级法院都有管辖权 第一题写上 20年一级 去年考了第一题 20年一级 去年的题 关于仲裁协议 说法正确的是 A 仲裁协议必须在纠纷 发生前达成 错 可以纠纷发生后 B 仲裁协议可以口头 但是要双方认可 错 应当输灭 C 合同解除后 合同中的仲裁条款 仍然有效 对的吧 第一 仲裁协议 约定两家仲裁机构 当事人不能就选择 达成一致 能不能由司法局 指定其中一家来仲裁 不可以 这是仲裁协议 无效的情形 好 去年考了这个题 第二题 关于仲裁协议 确定 效率确认 说法正确的是 A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 效率有异议 应当在裁决 做出前提 还是首次开庭前 B 当事人 既可以请求仲裁委 决定 也可以请求法院 裁定 对的吧 当事人对仲裁委员会 就仲裁协议 效率 做出的决定不符 可以向法院 申请翻案 撤销 他不是用这个内容 这个等一下会讲 什么东西可以翻案 这个C是不能翻案的 第一 当事人向法院 申请确认仲裁协议 效率的案件 只能由仲裁机构 所在地中纪法院 错在只能 所以这个第二题 应该选B 然后大家也看得出来 错误的选项 出题的老师 越编越深 越编越偏 但是正确答案 总之 只要你在辅导班混过 包你选得出来 B是对的 要记住这个考试 它的这个套路 要有信心 为什么这两年 我做讲义 我大量的在题目上标 标清楚 哪一年 哪一年的 一期还是二期的 我就是不希望你们说 我上课了 讲得太深 既然全是真题 就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深还是浅 都那么回事了 全国人民看的都是一样的卷子 是不是 如果不标这些东西的话 我真的浑身 我都讲不清楚 我到底上课是讲深的 我讲不清楚 所以我只能把这些题了 就都标上去 哪一年哪一年 好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 仲裁协议如果有效 那么仲裁委收案 收案以后 第一件事情 是先建仲裁庭 仲裁庭有两种 一个仲裁员叫独任庭 三个仲裁员叫合议庭 那到底来一个 还是来三个 你们自己事先把它谈好 如果讲好了合议庭 这时候就给你们发个仲裁员名单 就像组织医生名单 你们自己在里边挑组织医生 甲从名单里挑个A 乙从名单里挑个B 甲乙一起协商 从里边挑个C C画的高一点点 叫做首席 如果甲找到仲裁委主任 主任 昨天我看了一晚上这个名单 我觉得你这边的仲裁员都很优秀 每个人的简历都很耀眼 但是究竟谁更适合我这个案子 我一点数都没有 你能不能帮我选一个A 那么主任表示 没问题 你写个书面委托书给我 委托我来选A 我拿着委托书 我帮你定 这个地方主任的业务一定要守 如果万一没有拿到委托书 将来假输了官司 向法院申请方案 理由是仲裁庭组成违法 这个A不是我选的 主任定的 而且根本没有经过我选择 他就定了 主任拿不到没有委托书 就讲不清楚了 听明白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黑标题 仲裁的审理 注意这个标题 仲裁要开庭 你们两个人约定了在天津仲裁 那几千万的公裁案子 总要去一趟 面对面的争议番 才有利于仲裁语言 查清楚是非去值 几千万的东西 看材料怎么看得出是非去值来了 对吧 所以要开庭 但是不对外公开 不接受群众监督 不允许记者采访 疫情期间 仲裁为主任 征求两个当事人的意见 我们这边正好广州也封城了 或者怎么样的 那么你这边两个北京人跑过来了 说句实话 我们也不是很愿意你来 我们有个建议 云开庭 你们有没有意见 加以说 好好好 云开庭 很好 结果开庭的当天 甲这边没问题 乙就不停的在掉线 因为WiFi不稳定 乙立刻向首席仲裁员C提出来 能不能换个地方 到楼下上打咖啡去 因为上打咖啡那边的信号很稳定 C就很不耐烦 赶紧赶紧都等着 于是乙就到了下面上打咖啡了 果真信号一下子稳定下来 甲是个新机表 自始至终没有吭声 就不停的截屏和抓屏 我们就在镜头里看到 这个上打咖啡的服务员呢 不停的走过来 给这个椅子端茶倒水倒咖啡 听到精彩的地方呢 还微微一笑 都被甲给截了屏 甲如果最后赢了官司 他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如果官司输掉了 他转身把这些材料 寄到仲裁委员会当地的法院 要求发案 理由是仲裁程序 严重违法 实行了公开审理 这下子这个C 就很难过了 因为这是业务不熟 引起的明显的bug 仲裁不公开 意思就是云开庭 绝对不允许 放到上打咖啡去 这种公众场所去开庭 哪怕在家里开庭 哪怕以着老婆端茶倒水 在边上听到 听到妹妹笑的 也会出事情 因为对老婆也是不公开的 老婆不是当事人 听懂了吗 所以这些地方的业务都要熟 我们继续再往下 这个表 仲裁和解 也叫做庭外和解 和解达成以后 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 共同请求 根据和解协议 制作裁决书 裁决书一下来 这个事情呢 就终局掉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申请人把案子撤掉 案子撤掉以后呢 它是非终局的状态 所以法律特别规定 一方反悔 可以要求重新仲裁 仲裁调解 是一个三方的概念 在仲裁庭的主持之下 那么双方谈论以后 可以制作调解书 也可以制作裁决书 这两个东西呢 都是终局性的 都可以要求强制执行 但是生肖时间呢 略有差异 调解书是双方签收生肖 裁决书呢 是做出生肖 好 这个表格 写上考前辈 这个圆圈圈一下 考前辈 黑标题是 调解不成 应当及时裁调 读论庭 一个仲裁员 说了算 合议庭 三个仲裁员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有一个 不同意见的问题 首先 少数服从多数 如果没有多数的时候 按照首席 简记为两种意见 按多数 三种意见 按首席 这就很容易了 第一题 是前年的题目 关于仲裁庭组成 正确的是A 当事人 未在规定期限内 选定仲裁员 这个时候 主任来指定 对的吧 我给你三天时间 你们把ABC定下来 如果假迟迟定不下A 三天过后 主任下通知 超过三天 你没有指定 我来帮你指定A 听懂了吗 A是对的 未在规定时间 B 首席应该是仲裁委指定 还是双方共同选 双方共同选 C 双方当事人 必须各选一名 错在必须 因为他可以委托主任 帮他定 对吧 错在必须 D 仲裁员可以由三名 或三名以上组成 错 要么三 要么一 没有三名以上 以仲裁厅可以由一名组成 对的吧 选一 这个题的难度挺大的 是吧 但是做完以后呢 你会发现自己很专业 很专业 二纲一 关于仲裁过程中的调解 说法正确的是 A 仲裁庭在裁决前 必须先行调 还是可以先行调 可以 调解达成协议的 仲裁庭只能制作调解书 不能制作裁决书 错 可以 也可以 C 调解书签收前 当事人反悔 仲裁庭应当及时裁掉 对的吧 不要再调了 调解书生效以后 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申请执行 还是向法院 向法院申请执行 好 去年的题的复习一下 关于仲裁和解 A 当事人申请仲裁后 达成和解协议 应当策案 还是可以策案 可以策回 他有两种选择 B 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 策案后反悔 不能再仲裁 还是可以再仲裁 可以再仲裁 C 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和解 应当在仲裁庭的主持下进行 错 和解 是两个人自行和解 没有第三方 有第三方叫调解 第一 仲裁庭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和解协议 制作裁决书 对的吧 这个题呢选D A呢错在应当 这就是去年刚刚考过的题 所以命题老师呢是很用心的 你如果学的不用心的话呢 你就搞不过他 搞不过他 好 8034 仲裁裁决的执行 第一行 申请执行 是向法院申请 人或财 终极法院 人或财 申请的期间是两年 从哪天计算 3月1号做出裁决 裁决书上写 3月31号前 已必须赔甲5万元 那么整个3月份 都是给予凑钱的时间 甲不能申请执行 3月31号最后一天 甲上网查一下5万到账没有 如果没到账 4月1号可以申请执行 所以这个两年 从4月1号开始算 而不是3月1号算 没问题了吧 仲裁的方案 裁决一经做出 既为终局 当事人不得再起诉 也不能再仲裁 但在法定的六种形形下 当事人有铁的证据证明 裁决是错案冤案 可以通过向法院申请撤销 或不予执行 来推翻生效的仲裁决 所以看到撤销和不予执行 要想到这就是一个仲裁方案的概念 方案的理由有六个 不要求你去背 但是需要你记得住 它是违反程序正义的错案和冤案 比方说仲裁 停超裁 或者仲裁的组成违法 或者仲裁的证据是伪造 但是呢 这其他的东西呢 就不可以要求方案 发案的地点 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中级法院 发案的时间 收到裁决六个月 发案成功后 连带着仲裁裁决和仲裁协议一并消灭 纠纷回到最原始状态 就好像仲裁从未发生过 甚至连仲裁协议都没有签过 双方可以和解 调解 诉讼 也可以重签一个仲裁协议 申请仲裁 第三题 写上压题 关于仲裁裁决撤销 说法正确的是A 仲裁庭的组成 或仲裁程序违法 当事人只能申请撤销 不得申请不予执行 错 可以也可以 可以也可以 B 当事人申请撤销裁决 应该是收到裁决三个月还是六个月 六个月 C 仲裁被法院翻了案 当事人不得再行申请仲裁 只能起诉 错 可以重签仲裁协议 如果你们还想仲裁 可以重新签个仲裁协议 可以在原仲裁机构仲裁 也可以换个仲裁机构仲裁 都没问题 第一 当事人可以向仲裁委员会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申请撤销 对的吧 选D 8040 人民调解 第一题 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一个区有一个 丰台区有一个 然后海淀区有一个 人民调解遵循自愿平等合法的原则 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 调解协议经双方签收后生效 但其属于非中局手段 有赖于对方自愿旅行 双方如果都认为有必要 可以在协议生效30天 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哪家法院 你在哪个区条 就找哪个区的法院 丰台区条的找丰台区法院 经过司法确认后 他就会从非中局转化为中局 第一题 关于人民调解说法正确的是 A 经调解委员会达成的协议 必须制作调解书 错 可以口头协议 可以口头协议 B 经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 有强制力还是没有强制力 没有强制力 C 调解协议的履行 有纠纷 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还是向法院起诉 可以起诉 因为它是非中局的 第一 经人民调解达成协议以后 双方当事人如果有必要 可以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 申请司法确认 注意是可以而不是必须 听明白了吗 司法确认是可以不是必须 第二题 某施工合同约定 由住建局 采用调解方式 解决合同纠纷 说法正确的是A 住建局不得插手 合同纠纷 因而该约定无效 这个A说法是错误的 平时我们有经济纠纷 我们找政府部门出来评理 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举个例子 买了保险 已经过了后悔期 但是这个保险 我们觉得买的太多了 有问题 我们向保监会投诉 说他欺骗老人 说他怎么样怎么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找保监会出来调解 我们还是挺相信的 因为我们知道保险公司怕保监会 听得懂这意思吧 保监会说几句话呢 分量是很重的 还有的时候呢 比方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纠纷 我们找交警帮忙调解 因为两边都很尊重交警 是这个意思吧 所以这个民事纠纷 民间纠纷 我们不请求政府调解 政府不得主动插手 但是我们双方共同请求政府调解 非常常见 比与打官司相比 两边把局长请到饭桌上 可以比较经济及时的解决问题 对的吧 对的 这是调解最大的好处 C 如果谈拢后一方不履行调解协议 不给局长面子 局里能不能强制执行啊 不能 这个全靠自愿 第一 如果谈拢后一方反悔 能不能发动民告官 把帮忙的局长 劝架的局长给告了 不可以 人家本来就是帮忙 他也可以不来帮这个忙 帮了忙以后 说几句你爱听就听 你不听 你就告对方 你怎么能把帮忙的人告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 是吧 我们买这个保单 我们觉得买多了 我们觉得这个保险公司有一些不好的行为 我们现在呢 找保监会的投诉 请求保监会的帮忙调解 让保险公司来给我们退一些 能退多少退多少 那这时候呢 如果保险公司 如果保监会的这个处理 我们当时摁了手印 跟保险公司谈拢了 结果后来觉得又反悔 这时候你只能跟保险公司打官司 而不可以把保监会作为你告的对象 第一 如果谈拢后一方反悔 可以发动民告民告对方 这是对的 同学们 你把这个住建局换成保监会 换成教育局 换成卫生局 换成交集 都是一样的 这个题还挺好的一个题 第三题 关于法院调解 说法正确的是 A 法院调解的效力 低于判决书 还是同等 同等 都是终局性的 强制执行 B 调解达成的所有协议 法院都要制作调解书 错 有三个例外 第一个 离婚和好 两夫妻打离婚官司 经法院劝嫁成功 不离了 要不要制作个调解书 纪念下 不需要 第二个 维持收养 维持收养 养父告养子 要断绝父子关系 经法院劝和 最后呢 算了 那么这个也不需要制作调解书 第三个 即时旅行 能够即时旅行 当场结轻的 也没必要搞调解书 笔录上写清楚 两个人签个名就行了 因为当场结掉了 没问题吧 重复一遍 离婚和好的 维持收养的 即时结轻的 C 法院审理民事案件 必须先调 还是可以先调 可以调 法院进行调解 可以邀请 有关的单位和个人 过来帮个忙 一起劝劝架 比方说两夫妻离婚 让两边单位的领导过来下 这个当然可以吧 好 再看和解 任何和解都是非中局的 可以口头 也可以输灭 适用于民事纠纷 任何阶段 打官司前可以和解 官司打到一半 随时可以提外和解 执行阶段还可以和解 好 无论是否已经打起了官司 对的吧 和解是有第三方 还是无第三方 和解无第三方 调解有第三方 C 执行阶段不能够和解 错 可以和解 第一 仲裁和解协议 有强制力 没有强制力 任何和解协议都没有强制力 第五题是去年的题 今年我判断还要考 第五题还会重考一次 关于争议评审 历史上的第一次考这里 A 当事人协议采用争议评审方式后 必须接受评审组的建议或裁决 不能再起诉 错 是可以接受 如果不接受的话 再去打官司 可以接受 不是必须接受 B 争议评审制度 是法定的解决方式 还是约定的 约定的解决方式 C 在争议评审期间 争议双方 暂按总监的确定执行 因为像工地上的造价纠纷什么的 100个200个纠纷 你每次都要打官司 打完以后再来做工程 这个工程十年也做不完 所以正常的施工不要耽误了 有任何问题 你们先按总结确定的临时性的解一下 等官司 等那个工程做完了以后 再一揽制索赔 听得懂这思路吧 所以C是对的 第一 采用争议评审方式 发报人 承报人 应该在开工后的14天内 成立评审组 不对 28天 28天 8050 行政强制 包括强制措施和强制执行 强制措施 行政处罚 强制执行 是三个前后连续的行为 强制措施 是针对嫌疑人 或者是误 做临时性的控制 为处罚做准备 罚单是针对确定的违法人 开除罚单 罚单开号以后 违法人拒不履行罚单义务 对他强制执行 例如 警察在抓嫖的现场 看到一个青年人 慌里慌张从后门跑出来 上前盘问 这个人转身就跑 警察 警察扑上去 把这个人用手铐靠起来 这个不是行政处罚 因为你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这个人违法了 他仅仅是一个嫌疑人 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 警察是为了保全证据 不得已对嫌疑人做一个临时性的控制 我们把这个就叫做强制措施 带到派出所以后 一阵拷问 发现人抓错了 这个人本来是打算干坏事的 结果呢 一踹门 吓得赶紧往外跑 同学们犯罪才有为谁的概念 违法是没有为谁的概念的 所以警察必须认输 不好意思啊 抓错了 下次呢 我们踹门了 稍微晚一点 如果这个人招供了 他确实做了坏事 那么这个时候 他就从嫌疑人转化为确定的违法人 对他开出罚单 拘留五天 罚款五千 这叫行政处罚 这个人吃了罚单 磨磨蹭蹭不肯交钱 过了两天手机通知 罚款五千 他就知道自己强制执行 通过这个例子呢 我们把这三个概念简单的理一理 那么今年考试呢 我们重点掌握这一段 强制措施是哪四个 限制自由 查封 扣押 冻结 强制执行是哪几个 带旅行 家储 小贩占到经营 城管让小贩自己搬 你不搬是不是 我来帮你搬好了 这叫带旅行 罚你五千 这是行政处罚 你不交每天多罚两百 多罚的两百 就是强制执行 划拨 拍卖 他们的共同点呢 都是运动的 所以记住 静态的叫措施 运动的叫执行 下面我们再学习 执法的一般程序 全一 执法 你是在代表国家执法 而不是因为你自己缺钱花了 要到工地上去执个法 所以执法是要向局长报告 获得局长的授权 你才能代表国家 紧急情况下 需要当场采取措施 执法人员要立即向局长补报 补办批准手续 圈二 一个人是没有执法权的 两个人才有执法权 圈三 要出示执法身份证件 圈四 项目经理不在场 要通知他到场 圈五 当场告知项目经理 采取措施的理由 依据和权利 你这批节能保温材料 我要给你查封 我现在告诉你 因为我没有找到你的检测报告 我有理由怀疑你没有进行检测 所以现在来要求查封 你有任何问题 现在可以陈述生变 也可以发动行政分野 行政诉讼 六 听取项目经理的陈述生变 七 制作笔录 八 笔录上项目经理和执法人员都要签字 项目经理如果不肯签字 笔录中予以助理 九 项目经理如果不肯到场 邀请见证人 比方说把监理叫过来 然后由监理和执法人员 在笔录上签你 圈一到圈九 必须全部符合 任何一个不符合 都会构成严重的执法瑕疵 都会导致执法无效 同学们 前面给大家讲过 几个亿的工地罚个几万块钱 我们都罚得起 我们不是出不起这几万块钱 而是因为罚单上了四库一平台 会影响到公司的生存和招投标 那么我们要翻一个罚单的案子 除了实体上翻 比方说明明我造成没有超标 但是因为监测点这个造成有故障 所以显示出来了85分贝 其实最多就是65分贝 那么我们可以要求实体上翻案 如果实体上我们不占理 我们确实是错了 但是程序上如果能找到毛病 比方说执法人员只有一个人 没有制作现场笔录 就揪出这些问题 我们一样可以向法官主张 行政处罚是无效的处罚 要求翻案 听得懂这个意思吗 从实体上翻 从程序上翻 所以项目经理必须要精通 圈一道圈九 要默默的记住 对方的执法不规范的地方 甚至是违法的地方 将来翻案都用得着的 有同学讲 陈老师你说的倒是都挺好 跟现实完全对不上吧 昨天我一辆车子停在路边 被人家贴了罚单 哪来的两个交警 哪来的警官证 哪来的什么笔录 毛都没有的 交警贴单子 那个是两百块钱以下的处罚 叫做检疫程序 工地上执法是不可能有检疫程序的 一定是一般程序 所以需要你学的是圈一道圈九 一般程序把它背背手 检疫程序 有兴趣的自己百度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后来我们翻过来 第一题 关于行政机关执法所遵循的规定 正确的是 A 执法之前要向局长报告 并获得授权 因为你代表国家执法 不是因为你缺钱花了来执法 对的吧 B 执法的时候可以不通知项目经理到场 但是要邀请见证人 错 应当通知 C 应当告知项目经理事后陈述生遍 错在事后吧 D 执法的时候必须自作笔录 对的吧 第一是对的 E 执法的时候当场告知项目经理 具体采取的措施即可 错 还要告知理由依据和权利 8052行政服役 哪些东西可以明告官 不要使记硬被 官对某名的行政执法 名不符都可以去告官 哪三个东西不能明告官 第一个官对全民的决定 名不符不能去告官 比方说这个学区房的玩法 彻底改掉了 有人损失惨重 昨天还是28万买进 今天大概只有8万块钱才能卖出 向法院起诉 法院不受理 因为学区的重新划分 你不爽有很多人爽 你爽有很多人不爽 所以政府做的任何一个决定 都是有人支持 有人反对 这就是为什么官对全民 民不能告的根本原因 没问题吧 第二个 官对官的批复和处分 都是内部行政行为 那么老百姓呢 作为外部的人 不可以告内部行政行为 什么叫内部行政行为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文物的控制地带里 盖一个割据院 这个割据院呢 那么规划局就会去征求文物局的意见 文物局表示这个方案不行 太现代了 跟这个文物的风貌的不能协调 要求改方案 所以规划局就不给我们发规划许可证 这时候我们只能告规划局 谁不发证 我们告谁 但是我们告不了文物局 因为文物局不直接跟我们打交道 文物局只跟规划 内部打交道 听得懂这意思吧 这个道理的听一下就行了 第三条 民和民有纠纷 找官出来劝架 那么劝完架 你要觉得亏了 你只能告对方的民 而不能把劝架的人给告了 下面一段 行政服役的时间 只到60天 可以书面申请 也可以口头申请 可以向本级政府申请 也可以向上级主管部门申请 好 第二题 是今年的二级题 关于复义决定 说法正确的是A 复义应当书面审查 这个A是错的 漏掉了三个字 原则上 哎哟 这个出题的人真的是坑爹 也就是说原则上 它是书面材料寄过去 人不让你去 但是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 他会通知你人过去 所以不一定是百分之百的书面审 B 复义机关如果决定撤销执法行为 可以责令被申请人 也就是他手底下的这个官 重新做出执法行为 对的吧 C 复义决定做出之前 老百姓不得撤回明告官 还是可以撤回 可以撤回 第一 老百姓不得在申请复义的时候 一并要求赔钱 还是可以一并要求赔钱 可以一并要求赔钱 好 再看8053 行政诉讼的管辖 行政案件一般由最初做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所在地 法院管辖 谁坑了你 你就去告谁 经复义的明告官案件 可以由复义机关所在地 我们举过例子 合肥市环保局罚了我们50万 我们到省环保厅告了合肥市环保局 省环保厅改为5万 但是我们觉得还是不行 因为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是上网以后要影响到公司投标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去法院告 就面临两个选择 告合肥市环保局 或者告审环保厅 都可以两个里面挑一个 听懂了吧 好 对行政机关限制人身自由不符 可以在官的住所地 也可以在民的住所地告 因不动产纠纷 如果要告国土局或者告规划局 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原告向两个法院都起诉 谁先立案谁管辖 法院公开审理明告官 但是涉密涉隐私的除外 法院审理明告官 不是用调解 因为明告官没有私了的制度 但是明告官的赔钱 补钱 跟钱有关系的事情都可以调 第三题 压题 第三题压题 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是 A 行政机关为了做出行政执法行为 而进行的准备研究 承报 咨询等过程性的行为 它还不属于最终的行政决定 对老百姓还没发生作用 它实际上就是内部的一个东西 所以不可以告 没问题吧 这是内部行政行为 B 行政机关 驳回当事人 对行政行为提起 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 那这时候你只能告原来的行政行为 而不能告这个 这个驳回的行为 C 认为行政机关 滥用行政权力 排斥或者限制竞争 这个可以告 调解行为和仲裁行为 这个不能告 这种题看下来 明显感到比以前的难度加大 但是是错误的选项难度再加大 正确的选项难度根本不大 还是C 听懂了吧 所以呢 考前啊 一定要多刷刷整体 否则上了考场了 你很不适应 第四题 关于行政诉讼案件 说法正确的是A 明告官期间 被告的执法行为 停还是不停 不停 涉及商业命令的明告官案件 一律不公开 还是一申请 一申请 商业命令 法院审理行政赔偿案件 可以调 钱可以调 对的吧 行政机关对民间纠纷的调解 能不能发动明告官 不能 你只能告明告明 不能明告官 第五题 下列关于行政诉讼管辖 A 经过服役的案件 只能告服役机关 错在只能 也可以告最初机关 比对防疫办部门 限制人身自由不符的诉讼 只能在被告之所地告 错 也可以在原告之所地 比方说有一个北京人 跑到上海去投标 结果下飞机的时候 因为体温超标 被当地的防疫部门给抓起来 隔离了好几天 出来以后投标截止时间早就过了 损失惨重 于是要告上海的防疫部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是在上海的法院告 还是回北京来告 何时一点 你在上海的法院 告上海的防疫部门 怎么告得赢呢 你自己动动脑筋的嘛 回北京打赢这个官司的可能性就大了很多 是吧 另外一个在北京这边打官司 你成本低嘛 法院如果有什么事情叫你出个庭啊 什么的 成本很低 你到上海开个庭 叫你去 你去好还是不去好了 对不对 所以 所以当然是回自己老家所在地了 C 因不动产引起的民告官 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 对的吧 第一原告向两个法院都起诉 随先收到起诉状 还是随先立案 随先立案 同学们 这个考试的重要特征 就是所有错误的选项 难度越来越大 水平越来越高 但是每个题的正确选项 一定是最简单的那句话 你只要正常的刷过真题 听过课 包你选得出来 第五题的C 也包你选得出来 第三题的C 所以呢 任何时候不要失去了信心 多刷刷 升一下就好 这是要讲的第一个事情 第二个事情 在现在到冲刺阶段 中间对大家的要求呢 就是这套资料好好看 不要再去 干别的事情了 这套资料呢 不会的地方呢 再重复看看就行了 整体来刷一刷 然后我们在冲刺阶段的时候呢 到时候还会再补充一些内容 那么众同学们呢 学习顺利 我们冲刺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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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